此外 为捍卫多边贸易体制 捍卫自身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出口关税条例 等法律法规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经国务院批准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 自2019年12月15日12时01分起 对原产与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 恢复加征25% 5%关税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将继续开展 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 恢复加征关税的汽车及零部件商品 将纳入第三批可申请排除的范围 接受申请办法将另行公布 中方希望美方继续按照两国元首 阿根廷会晤共识和大阪会晤共识 回到磋商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 和中方一道朝着终止经贸摩擦的目标 做出切实努力